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你的认识也有一定的 因为今天始终不是那么多人对你的背景有个认识 所以我想先介绍你 好吗 好 谢谢你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大学一年班的学生 是香港大学 我本身是香港大学的讲师 所以当时很高兴认识到你 由我最初认识你 我知道你是一个对于社会公益 社会的承担是一个承诺的学生 到你今时今日已经在书名会工作 我很想看一间你有兴趣的话 亦多些和我们分享你这么久的生活历程的改变 你在过往这么多年 我看你读书的成绩很好 在香港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毕业 以IBGM的学系 以一个很出众的成绩 我不想夸张你了 以一个出众的成绩毕业 在美国的宣明会工作 我知道你现在宣明会工作的性质是如何 我在宣明会工作 我在总部工作 是一个很幸运的事 因为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业务 所以也有机会去非洲 亚洲 去不同地方 去看我们不同的项目 我自己本身做是做我们的策略 你以一个名称的职位是什么 其实我有贸旨 我现在的贸旨是iPhone 我也不用贸旨 iPhone比较好 我看到你应该在华盛顿世界宣明会 战略管理环球办事处工作 你的职位应该是企业分析师 企业分析师 企业分析师的字很阔 虚无缥可否多说一点 我在总部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不同的计划 有我们的收入计划 想要我们未来打算筹款的目标 或者是有很多很根基础的问题 例如你想投资在非洲多些 还是你想投资在亚洲多些 为什么你会觉得 譬如中国的需要比印度多 这些问题就由我的部门去解答 希望我们的CEO 会真的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或者对于不贫穷 我们公司的贡献应该在哪里 如何去判断我们公司的市场 也是由我的部门去做的 别方我再问多一点 你有关工作的性质 其实我想大家知道 你本身工作的特点是如何 之后再和你的讨论 我想大家会更加切身处地去明白 你的想法是如何 别方普世再问你工作之前 我想看一看 其实你由大学毕业 我刚才说过 你对于市场推广有兴趣 到读完试试回来 为什么你会选孙明会的工作 因为在你的毕业那一届 其实我认识很多同学 我不点名哪些 因为很多可能都会看这个节目 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做金融 很向往的IBAN 甚至一些我所知 可能会做一些顾问公司 在社会上 大家会觉得地位高些 人工高些 但你沽身去了美国 读完试试 还停留那边 去做一些 某程度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为什么你会做一些 我不是说你现在人工不高 而是我想知道 你会做一些一般人 一般大学生很享和 或者大学到社会 很崇尚的工作 你是避开工作 而做一些 是另类的工作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 你说金融 我的科技出来 其实工商管理 很多金融好像是一个 如果你没有什么想特别去做的东西 你之后的下一步 应该是去金融的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 对于社会的社会 是有一个 passion 我想做这件事 之后 譬如去耶路读书 然后再做宣明会 我觉得也是 对于我自己 想做社会的社会 是一个好的选择 明白 你从最初去选择这条路 到你已经走了两年 其实这段时间 我和你on and off 都有电话聊 了解你 有没有遇到难处 生活之中 或者工作上 有没有事情 可以大家分享 你觉得最初 和现在这两年 几个的看法 有没有改变 或者你现在觉得 你所走的 那条路 是否和你最初想的 很相似 还是你应该 选择那条路 其实我觉得 不相似 因为最初 我认识 社会计划 或国家计划 的东西 其实很少 虽然我有 passion 但其实我认识的很少 最初 可能看到 最想做的 是一些 例如联合国 这是我原本最想做的工作 我觉得是有诚的带领 我真的做到的 我之前在读书的时候 去了纽约的联合国 去做认识 看到的东西 跟自己想象的东西 其实是不同的 这个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 是看到更多的东西 会觉得 这份工作究竟 是否自己会适合的 如果是的话 我还需要什么技巧 才可以聚到另一步 看完这件事之后 跟着 随着我认识这件事 越来越深 我看到其他 譬如做署名会 其实初来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去做 non-profit 因为会觉得 可能 尤其是刚刚不业 会觉得自己想做更大的 就是联合国这类 所以没有看到 会比较细 NGO这类的工作 但做下去 会觉得 其实真的 是不同level的事情 自己真的想做什么 就会慢慢发掘 这件事 真的跟我两年前 毕业不同 其实我近年 都发现 我本身香港大学有教 有成大 有些课程 我也有教 其实我教的学生 种类比较多 过往十年 都挺阔的 我发现了 近这两年的趋势 有些学生 想做自己多年的 passion 想做的东西 其实我想看回 在这个饭头之下 你觉得 有些学生 真的想着 不在业 就投放资源 或者把自己的 career 放进去 做一些非楼里的机构 或者社福机构 他有时想到的 可以帮社会做到 那么多 但有些时候 我会看到 他们所想像的 和真正得到的 或者是有很大的距离 结果做两年之后 就很失望 或者就算他做了很多年 一些商业机构 出来再做社福机构 很短时间 两年就放弃 为什么我会问你 这个问题 由你最初到现在 的改变 看法差很远 你仍然可以停留 继续做宣明会的机构 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一些意见 比如 现在可能 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 他找一些类似的工作 又或者已经在做 这类型的工作 但觉得很不长迅 和自己最初看的很不同 有没有一些意见 给他们 如何去看这件事 或者 为什么你可以维持 这个 passion 到现在仍然会有 我觉得 自己有时都会遇到 为什么 你做很多事情 但是 做不到不同 所以你会觉得 我觉得 这件事会令到 很多人做一两年 就会比较失望 有一件事 我觉得 真的要问自己 究竟 其实 扶贫是一个很 complex的问题 不是 一定不是一夜间 可以改变的事情 亦都是 你自己个人做的事情 其实有限 还有 我自己觉得 以我香港人的角度去看 其实很多我以为 可以很快解决的事情 其实不是 不是你真的捐一元美金一天 可以 他就可以拿到一元美金 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件事 不是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是要自己 改变预测 预测 还有 我觉得是要亲身 很多 就算做我这一行 都会觉得 我就这样做研究 就可以了 我有研究 我又读了很多书 我未必一定需要 真的和 农民说 或者和 住在贫民区的人 真的去了解他们的事情 你会觉得 你知道他要什么 但可能大家 你觉得他要的事情 和他自己觉得他要的事情 是两样不同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 是令到 扶贫的难度 但我了解很多大学生 其实今时今日 有不少的家庭背景都不差 很多时候 他想着做一些扶贫 或者帮一些弱势社群的工作 是想着用自己一个 高高在上的眼光 用自己的知识 其实某程度就是 去展示给别人 看他一个知识 然后去挽救 或者去 achieve 一些事情 是他自己个人觉得 满意的东西 你觉得 你怀着心理去做 你现在做的事情 那个方向会有些问题 是 是会有问题 有没有朋友 或者你的同学 或者现在同事 有些都是用这个心理去做 因为我知道 你现在在美国 和华盛顿那边 我知道你当年 入这个宣美会很难 因为我没有理解 乘法 应该是全世界 有多少个人 我那组 只有四个人 四个人 因为你本身是名校毕业 我知道 你也应该是不同的名校 可能是哈佛 可能是MIT 我想知道 他们会有这样的心态 还是全部做到 真的有这个 passion的人 想法 不是他想着 用自己的知识 去很高高在上帮你 而是融入 他里面了解 特别是你应该去过 很多非洲国家 我想看一看 这个角度 你怎么看 我会觉得 以我的同事 或者 不单是宣明会 我做这一行 都会认识到不同的人 我觉得 如果你是 以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去看 你不会做得久 因为你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你会觉得 我应该很快 能够到回收 当你看不到回收 你自己都会失望 你会走 那你就会转回 可能去做 private sector 是 是 但是 我觉得 会留意得久 的时候 会很多时候 是心去明白 就是以一种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農民想要什么 的心去看 然后 以他的角度去出发 这个心态 其实 无论你做宣明会也好 或者 是做其他行业 就是 你说做回联合国也好 我觉得是需要 不然 是很难很难 会留意得久 你最近去过哪些国家 告诉我 工作上 很多时候 都是去东非 去阿肯拿 去埃塞比亚 上个星期 去埃塞比亚 回来 然后 去了坦桑尼亚 也去了 我很想去的 鲁王达 其实你去这些国家 因为我知道 你本身 小时候家庭 也不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 我不敢说是很差 但是 我想知道 你去到这些国家 以宣明会的角度去 其实是否生活 你各方面都是一些 比较好的standard 还是你要融入那个地方 其实 我去到那些比较贫穷的地方 看到我们公司 真的去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 我会觉得 你可能 以我的角度 我可能会觉得 他们未够穷 你可能觉得 他很穷 但其实 他真正生活 都能够到某些事情 只是 有些事情不够 我公司 希望能够给他们 所以 这个预期就是 可能你进去 你自己会有一个 贫穷应该是这样的 但可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但如果 譬如 我有些同事 在美国的办公室 是从来没下过去的 但他们会设计一些政策 一定会有一个 强调 明白 其实我个人来看 我之前也有跟你说过 我教了这么多年 在不同的学校 我对于你来说 我是最尊重的一个 学生和朋友 有些原因 记得当时 在大学的时候 是张陈佑先生 我的好朋友 也很敬重的一个朋友 他曾经有些活动 找过你回中国那边 帮一些孤儿和爱知病的家庭 我最记得一次 就是 你去完一个活动回来 带完一个香港大学 不同的学生去 那时你应该是三年 是的 你回来的时候 你一手突然间有很多懶眼 我最记得 我就问你 为什么这么多懶眼 你还说我会被人咬 我追问 才知道原来你去到农村 那时很大雨 可能下雨了 你睡的地方很差 特别是你的房间比较差 学生的好很多 你当一个主持 然后很多的蟲蟲 我最记得那句是 数以千计的东西 在牧室国 就是在下雨的时候 在牧场的床板 走出来咬你 我还记得这么清楚 就是在整个过程 我和陈佑和你安排 整个活动 我对你的信心去带他们去 整个过程 其实我没理到 有个赞助机构 我帮你找了 在某家银行 回来 你整件事很圆满结束 我知道很多学生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很放心 因为我不问你任何东西 我知道你已经搞定 你一定可以搞定 但那时候我见完之后 你完全没有跟我说过 那个环境这么恶劣 那很影响我 你能够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 你能够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 去带领一班人 你不会哼一声求救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时候 不要说无病生 很少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觉得你应该救他 而他想方法解决问题 你很影响我 就是能够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 你不仅仅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可以带领那班人 去 achieve something 而不需要求救 是可以解决到 和可以生存到 所以从那一刻 你已经很影响我了 我其实很想看 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种性格的特质 就是做了一种决断能力 和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知道你的语言能力很强 你应该是否有七角语言 我没有记录西班牙 法文 日文 韩文 还有 广东话 也认识 国语英文 是否七角 有没有第八角 没有 我知道你是不是有很多男朋友 我不是 你好像是日本韩国 每一个男朋友 你懂语言 这个是开玩笑 我想知道 你这种 是对不同文化的形式 对不同文化的尊重 到你沟通语言的能力 还有你处事的 我觉得是AQ Adverse Closing 就是一些逆境下 生存的能力 还有你EQ也很高 IQ也很高 其实处事对人的能力 能不能帮你这么多年 特别是你现在想做一些扶贫 在一些这么有意的工作上 在一些环境很差的情形下 都可以处理得好 我很想知道特点你 你觉得如何 帮助是如何 我觉得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 我觉得在香港大学的时候 读书班 IQ的全名是什么 不如说一说 是国际商业和环球管理 中文是 国际商业和环球管理 有成我自己都会 找你说好 我也怕我会说错 是的 因为遇到不同背景的人 很多超级学生 是吗 超级学生多 还有在内地来的学生也多 所以大家的环境不同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 对与 或者不是对 或者是处事的手法 你不可以用自己的套隔眼 去在别人身上 尊重别人 是的 你要先听 我觉得 你发表意见是重要的 否则一群人在 大家都不说话 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我觉得 真的要去明白 别人 为什么他要这样想 这件事 无论在我现在工作 我的同事 可能是世界各地都有的同事 是 还有 搞不同的project的时候 可能你遇到一个人 你不太懂他的背景 这种我觉得是尊重 这是一种必要的东西 但你本身处事一方面又可以这么强 不要说强硬的字 比较有一个领导能力 同时有领导能力之余 又可以和人的磨合性可以这么强 其实有没有矛盾呢 如果这样说 我觉得 有的 有时你会觉得 尤其是 我自己 有些东西我会觉得是绝对对 有些东西是绝对错的 我觉得这个线 是要 自己 对自己要有信心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说 你为什么不去向人求救 或者 为什么你觉得 人一定要帮你 其实 可能你是对自己 没有信心去解决 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麻烦去解决 但是 对于自己 你如果觉得 自己有信心去解决 的时候 你会先试 是的 还有 我自己觉得 自己是 香港的大学生 自己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 是一个好的Degree毕业 其实很多事情 我会相信 我会解决得到 是 这个我感谢 但又回到一个问题 又说回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 其实刚才说过 我开始的时候 已经说过 你见到范畴很多 需要一些 可能是 出名的大学 可能是一些 比较聪明的学生 去做的 当然做的很有意义 我这个可以 很肯定 但如果一些 比如我说 读书可能没有你那么聪明 但做人是很有热诚的 很想做一些是帮社会的 有没有办法 可以进入你这个扶贫 或者是对社会 有些真实的贡献 有些行业 你这么久的经验 还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 其实 一定是 你如果是一间 出名的大学毕业 一定有帮助 这件事是 无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你有这个热诚的话 可能 我觉得很多时候 学生 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时候都会 找最快 去 achieve 一个你的目的方法 但是 当不是真的 可以有一条很清晰的路 去到最后的终点的时候 可能你要用多些时间 或者用多些努力 我觉得这件事 是要自己有准备 以及不要介意 这个我很同意 是的 当你去看到最后的 你如果真的 这件事 你觉得你想做的时候 用多些时间 用多些努力 我觉得一定可以 很多时候你说 扶贫 你会觉得 可能 例如做义工 有义工的经验 那 起码我认为你 真的有个热诚 是的 我很同意 passion 就是热诚的重要性 譬如我最初 我大力很多 我最初 譬如以前我做电线业 到开始 转了去做一些 整个亚洲的业务 到今时今日 因为我能够行运在香港大学 可以教一些不同的学生 同时自己在顾问公司去做 其实我发现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热诚 为什么很开心 听他说热诚 这个字 就是今时今日的学生 我都觉得奇怪 就是 他上班 他寻求那件事 都是在看热诚 但他热诚 就是有什么可以 很短时间 令他觉得自己可以很热诚 当热诚一没了 他就会转工 去找另一种热诚 但很多时候 最有问题 就是他本身的经验不够 一开始他认为自己很有热诚 很短时间的热诚就会淡化 接着就会转工 你的看法就是 其实 在今时今日的大学生 又或者你同辈 就是你所知的同学 已经毕业那班同学 你觉得他在选择自己的业务 是否一开始做清楚自己做什么 还是在过程之中搜索 和你所说的热诚 遇到错诀 如何继续维系那种热诚 我一生就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做工可能会长一点 就是同一份工 竞争没有那么大 要求不那么高 可能我们那一代 但我想知道 你的看法是如何 我觉得身边的朋友 都做了两三年工作 一起毕业的朋友 很多时候是 转工 为什么不断地转工 就是你觉得 这东西不适合自己做 然后去找一份 或者我觉得闷 就转 我觉得维系热诚 其实是 如何去维系 我觉得 不是那么多人 真的可以找到自己 最想最想做的是什么 并不是你21岁毕业 你立刻找到 很多人都不是 所以 同意我用了20年 是的 我觉得 所以你早找到 是很幸运的事 但是 如果你找不到 我觉得 你要在自己 现在做的事 去真的找一下 有些什么是自己 比较有兴趣的 就算可能 可能整份工 因为 我觉得一份工 他叫你去做某些东西 是有一个区域 你可以自己去搜索 并不是 他叫你做一件事 五点钟 就收工 就算了 我觉得每间公司 是有不同的机会 如果你是想去学多些东西 可能是在你 或者做完现有 手头上的工作去找 去发掘另外其他东西 同意 我很多学生 其实都跟他谈过 比如他工作上 找不到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 满足感 其实就算到 我做了这么多年 最早的电信业 我觉得是做市场 会满意 会有实际 fashion 后来不是 可能做前线满意 到香港不满意 做日本满意 到日本也觉得不满意 做顾问满意 到最后 有满意毛子巾去寻找 我到最后发现 一件事很有趣 就是 你工作上的满意 多满意到某个位置 都觉得会重复 你就想试试 这不是一个问题 但如何在现有的环境下 去发挥一些新的东西 不只是对工作 你可能对每一个人 每一个同事 每一个客户 每一件事件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你发现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我很强调 在每一个人身上 看的东西 是仅有一些东西 就算讲得很差的人 也有一些东西 你身上可以学到 吸引到 融合变成自己一套东西 你觉得这种看法 会帮到你的动力 维持 或者维系 其实我觉得是的 就算 还有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去看人 或者看一份工作 你可能找到 究竟他一个人 他最劲的是什么 或者他成功之路是怎么走 但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其实很多值得是 他的失败是如何 虽然他很难 可能有很熟的朋友 才会跟你分享 他究竟如何失败 但很多时候 你自己的工作 你都会看到 公司可能有什么是不成功的 或者有哪个部份 是比较衰落的 你会看到 这些东西其实 我觉得是很重要 这些东西 就是 例如你说 可能差点的人 那他 他为什么会有失败 都会一定有一个原因 他不会自然失败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学 然后自己融合自己 去避免 是 其实一件事 也想和你探讨 今时今日的竞争 的确比以前的 相对上 你可以说机会多了 但如果你说 机会多了 而竞争多了 我觉得竞争的增长 是比机会增长多 如果你问我个人去看 就是正常 我那个年代 有个大学的学历 有个Master 你基本上 都不用太担心 你转工 加工 我试过一些时间 连续几年 都一直有很高的工 但是 到现在 这一代 其实环境是变了很多 我问你的看法 如果我们现在 你当一份工作 你去看 我一向都觉得 如果你喜欢这份工作 是最好的 推而求其次 你不太喜欢 最好不要做一些工作 是你讨厌的 我也想看回你的看法 其实你对于现在 你自己的工作 属于哪个层次 你是很喜欢 有个很喜欢做得好 而你其实也是普通的 或者不是太喜欢 还是你曾经试过的地方 你真的很不喜欢 我今年是第二年在公司 我现在会说自己很喜欢 但如果你比较上一年 我觉得上一年我会不太喜欢 反而你过了时间 还喜欢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我相信大家 如果是 通常你入到一间新的公司 你不会 你会很乖 他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但是随着 时间久了 你会知道 自己有什么是喜欢做多些 有什么是不喜欢做多些 我觉得 跟着 我遇到一个好的老板 所以我会跟他说 有什么我想做多些 有什么我不想做多些 有什么我会想要知道多些 我这年是辛苦了 睡少了 工作时间长了 是因为我自己想学多了 可能不是直接与我的帮助 但我想学多些 我会跟老板说 他很多时候会叫我 如果你有时间 你就去做 他不会说你不要做 所以真的 因为我相信有些东西 是 能力管理 你如果在工作上找到一些 是令你能力 可以更正的东西 就算你长时间工作 我会觉得是平衡到的 明白 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知道你去美国 你家庭可能都会有人 赞成与不赞成 其实家庭对你的支持 或者反对 有什么影响 有 尤其是我妈妈 和她 关系和你很好 我知道你妈妈的关系和你非常好 是的 是的 我很多时候会想 尤其是我妈妈不舒服 身体不好 我都会觉得 如果我在香港陪伴她 就好 所以有影响 但是 我觉得 是的 真的 跟家人的关系 其实 我觉得在美国 未必一定是维系不到 真的 自己有没有这个心 譬如因为时差的关系 我很多时候 真的会夜睡一点 因为 我要就回 有 经常等你电话等得很辛苦 或者你等我 是的 所以 这件事是要自己去配合 就是 我觉得 如果不是每件事 算得尽 不是每件事 持续很紧 对于家人 尤其是对家人 尤其是对家人 没有什么问题 对我自己和家人 现在的情况 其实你也认识了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其实很相信 就是什么呢 生命可以影响生命 就是生存那套的观念 我很同意 我觉得 身为一个教师 或者一个 不要说长辈 一个可能经验多一点的人 最好是 将自己的经验 大家去分享 因为年轻的一辈 其实现在大家 看东西很不同 很多时候 他有自己的观点 他有自己的看法 有些事情 其实我也未必 足够他们所知 我觉得包容性 包括 如何包容他们的性格 他们的缺点与优点 我觉得很重要 而将我的经验去分享 由他们自己的事去扩阔 让他们跌低 爬起来 逐步逐步去做 我觉得这种生货相传 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如果要令到社会会成长 而我这么多年 你也知道 我很着重 我希望将我的理念 未必是適合 只要一部分 或者小部分 能够令到我教出来的学生 可能受益 而他们 再一代一代 再传下去 我觉得这是我最想做到的东西 而你现在 或者你在做的事 其实我很兴奉 包括我对你的人的尊重 以及你所做的事 我相信对未来的 可能新的一辈 或者你的师弟师妹 到下一代 我相信很有影响力 我希望未来的日子 你尽量去做这件事 因为 这个电视机 或者互联网前的观众 很多是年轻人 我都很想在今儿节目 未来有一连串的反思 以及一些体会给他们知道 今天我第一个 就是认为你了 我都很开心 因为你未来特意飞回来 去做这个录影 而未来的日子 我都会尽量去 见多些不同行业的人 有些可能是外国大学回来的 有些可能是 讀书不是讀很多 但是在某个范畴 或者是创业工业 可以做得很成功 到某些可能是自己 早期如同金融海啸 如何犯法图强 到现在可能是 属于成功与 接近成功的阶段 我最后的角度就是 成功不等于金钱地位 成功是做一些事 是对社会个人 家庭朋友 有一个实质的益处 以及有意义 所以今天很感谢你 多谢 我亦希望 未来的时间 大家多看好节目 我尽量将不同的个案 和经验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这么多了 多谢你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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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